看这可爱的小花,如何能让它明年还有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它介绍一个非常可爱的蓝色小花 它的名字叫勿忘我 它的花语也非常好 表示是永恒的爱,叫真心 就是爱情的寓意 而且它还据说这个花有一个很清美的爱情故事 大家可以在上网查一下 勿忘我它是这个样子 其实也有一种花,也叫勿忘我 但那个是经常做成干花,是紫色的 蓝紫色的,其实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真的叫勿忘我 这个小花很可爱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小花的样子 你看它的花苞是呈现的粉色 花苞是粉色,但开出来的话是蓝色 非常好看的蓝色 然后芯是黄色 超可爱 你看它的小花苞呢 然后也是有点毛茸茸的 然后它的叶片也是有一些毛茸茸的 像这个花,我觉得像我的院子里这样的 就做一个盆栽 一大盆也很好看 如果像有 因为它的根系是非常浅的 这个其实它就是一年生的 它根系非常浅,所以你可以在一些大的盆栽下面 给它种上,跟它作为一个套种 种这个盆底下 然后上面可能有一些高大的花 也是很漂亮 当然如果你有花园的话 那么它在一些花园的角落 在这个小鹿的边上种上它都非常可爱 它非常有空气感 这样的,而且绽放着一片 非常漂亮 这个勿望我在我的院子里是我的一个 花园一个邻居 它送给我的 这是去年还是前年 前年,应该是前年 它送给我的 送给我几颗 从它院子里 拔了一点 拔了三颗 把四颗 那送给我 然后呢 现在在我院子里 它发得非常好 其实它 你看 现在我有好几盆了 而且这些 还有这一盆 这些都不是我自己种的 另外在那个角落里 还有两盆 我放到那边去了 其实它这个特性 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你看 它这个勿望我 它并不是说多年生的 也不是说它有树根 它并不是年年自己发 但它有个很好的特性 你可以看到 它下面就是有种子 花开过之后 就是不停地往这个 街上再发新的 发新的这个花苞出来 然后不停地开 这样一节一节开 但是开过之后 它这边就是有种子 它这个种子的自拨性 是非常好的 就是它 你不需要给它播种 它在这个盆里面 它等它成熟了之后 它种子会掉到盆里 或者是它随机的 散落到其他的盆里面 它就可以自己长 它第二年 它就会自己长 所以呢 因为这个特性的话 像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说 他家的这个勿望 第二年都没有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可能你看到到秋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 秋天的时候 看到它 可能叶子发黄了 或什么 你就把它拔掉的话 那么它这些种子 可能并没有成熟 没有落在它的土里 或者是没有落在 其他的地方 那么它可能就 那就连种子 连根就都没有了 因为它根并不是 第二年能生的 所以那你把它清理掉的话 那它就没有这个种子了 就没有办法 第二年再生出来 所以我的经验 其实我也没啥经验 只是我 就是碰巧 我就这么做的 就是我并没有把它 这些老的 这些干的这些叶子 把它收掉 你也可以就是 如果你很勤快的话 像我这个懒人 如果你很勤快的话 等它这些种子 成熟变干的时候 你也可以收集一些 那么第二年 你可以再把它 撒到土里 它又会自己长 如果你像我这样 不要懒人 那你就不管它 让它在这里 自生自灭 然后第二年 它这个地方还会有 其实像我这些盆里面 这些 就像这些盆里面 都是它种子 自己飘在那里 自己长的 所以就是它是非常 我觉得是 非常可爱 而且非常就是 容易养的这么个植物 真的也不操心 真的是非常不用操心的 自己长 自己 自己开 当然花都是自己开 只是说你不需要 我就说不需要修剪 也不需要做特别的 说冬天要搬回家 夏天又要怎么着了 就很 就是很 很低维护的一种吧 可以说现在 大家很流行说 就很低维护的 就它就 而且你看 它这样成片的效果 如果 对吧 是非常好看的 如果像 因为它根系是非常浅的 我自己发现 它根系非常浅 即使像有的时候 就是说 它可能飘的地方 它的种子 散播的比较厉害 你想要拔掉它 要清除它 也是非常简单的 轻轻一拔就出来了 那就连根拔掉了 它就不会造成 就是像很多人会说 什么入侵啊 什么 就串根啊 那种 它就不存在 虽然它也是 散播能力是比较强 但它不会造成 在你的 特别是地栽的话 不会给你的园子里 造成很大的负担 说 狗串得很厉害啊 又不好拔 不好清理啊 它非常容易 轻轻一拔就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今天是 特别特别想说说 这个小花 很可爱 而且现在这个季节 就是四五月份 五月份 它整是它 非常好的 绽放的时候 其实在温化地区 像在这个季节 如果是你院子里 就是没有去苗圃里 买其他的花卉的话 像在这个时候 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花 开放的哈 那么这个无望 就是在这个 青黄不接的时候 它开花 所以非常非常推荐 你看它的这个造型 真的是非常适合 很多就是 如果您院子里 就高大的植物比较多 然后大花的植物比较多 那么兼做的 有一些这样的空气感的小花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非常非常搭配的 好吧 好那今天这个视频 我觉得我已经给这个物 我足够多的赞美了 真的是真心的 就是推荐这个植物 也是真心的 给大家分享 它的一点点的养护的方式 对于这个水肥来说 对忘记分享了 其实你看我现在就给它 因为我这个是朝北的院子 所以我是尽量的 给它放在阳光好的地方 它开花会更多 当然你在阴一点的地方 它也是没有关系的 它也能长得比较好 只是说花量可能没有这么大而已 但是它同样可以长 所以它也是比较喜想 也可以耐阴的这么一个小花 所以它就是不挑绳 也不挑地方 就是你随便养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那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之后我再跟大家慢慢分享 我院子里的好植物 好吗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了 当然我也要再次感谢我的好朋友 给我送了这个美丽的花花给我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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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